好 講到包肉餡的代表 肉丸絕對是不能夠錯過的 沒有錯 我昨天晚上才 嗑了兩顆肉丸就對了 你是不是看到資料 越看越接都說不來吃就好了 肉丸跟這個豬肥鯨 是台灣美食就對了 而且我們台灣人發明的 那麼 我有各位報告一個消息 我第一次去台南部 在空廟旁邊吃肉丸 這個肉丸都不是我食材的肉丸 為什麼 它是蒸的 真的 跟我們在北部吃的 炸的是不一樣的 那麼肉丸有什麼是台灣人發明的呢 1898年的時候 台灣都要做水災 做水災之後 那很多的農作物 很多的糧食都沖走沒有飯吃 那當時廟裡面的廟裡 做文筆生 換萬居先生他說 在做夢的時候 心明和託夢 為了要救眾生 所以用什麼呢 用寒季粉加橄欖菜 用這兩個在一起包了以後 那麼做成震災的食物 這就是八道肉丸的開始 我剛才說過肉丸有沒有 那麼我們在台北這麼平均 很多都是這個炸的 那來到南部是吹吹 是真的 原來啊 那麼台灣的肉丸呢 以一條曾文溪 作為一個分界線 曾文溪 台南曾文溪呢 以北很多都是用炸的 曾文溪以南 很多都是用吹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應該研判可能跟天氣有關係 而且你知道彰化吃肉丸很特別 你要先吃皮 吃完皮之後 倒那個大骨湯 再和著那個肉 沒錯 喝一碗 肉現湯 很棒耶 那誰說下去 有人氣壯就要真正 水流流出來了 湯要喝兩碗 不會每次喝一碗 這個老婆就沒有這種吃飯 老婆只甜不辣有這種吃飯就對了 那當時懷疑說 可能是天氣熱 南部天氣熱 這種吹 比較輕鬆就對了 那事實上呢 肉丸 他自己本身 那麼在中華 有的時候喜歡炸肉丸 炸得很Q 裡面還要加什麼東西 加一些筍絲 甘有沒有 加一些後腿肉 吃起來真的是非常的好吃 那除此之外呢 那政治人物也要吃肉丸 為什麼呢 像我們衝衝衝 行政議長數千衝 他在冰凍的時候呢 專門愛吃皇家肉丸 皇家肉丸就是因為當時 他在做 委診議員台戲 特別要做管理台戲 現在有時候 做行政議長來到這個 來到這個圣端 冰凍啊 都會來這個皇家肉丸吃 那皇家肉丸 跟這個小英總統 兩個就不一樣 為什麼呢 小英總統喜歡吃的是 他在中酒 他喜歡吃的是 這個章季肉丸 兩種做法不一樣 兩邊有各式不同的愛好 有的是你加佐料 有的人吃肉丸 那個佐料要加很濃很重就對了 所以看你什麼樣的口味就對了 那屏東的東港肉丸呢 它是加這個蝦仁三顆 裡面有蝦仁肉丸 這個做法就很特殊了 你打開之後裡面有貼銀 那除此之外呢 彰化有業者就很特殊 吃的東西喔 雖然發明的時候是肉丸 但是各地各地方發明出來的不一樣 中華一開始想說 你都用那個豬肉嘛 不如 如果用牛排 用牛肉 再試試試看 他就研發出這個 這個貴了耶 75塊 牛排肉丸比較貴啦 一個要75塊 但是那個口感很特殊 我相信你吃起來 絕對跟一般的肉丸不一樣 還有業者各位 這個了不起了 為什麼呢 你去北海道 可以買很多干貝 所以有業者 直接加入干貝 北海道香菇啊 在這裡加到裡面去了以後 咬開了以後 裡面就是北海道 很大的這顆干貝 所以比較貴 一分只要100塊 但是就跟你說 一分小小的肉丸有沒有 那麼大江南北這樣吃起來 滋味完全不一樣 所以你如果我就吃到 在外地去吃到 故鄉味的肉丸對不對 真的是吃到一面吃 還要一面老婆 我一個姐夫到水裡 他一定要吃一家肉丸 沒吃到他整路生氣 因為人家2點多都賣完 那邊生悶氣